学习拉小提琴是一项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的艺术 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成年人有效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小提琴并迅速实现学琴目标 1.定下明确的目标,确定您希望在学琴过程中实现的目标 无论是学会特定曲目,改善技术,还是提高演奏水平 这将帮助您保持动力并专注于学习过程 2.制定合理的时间安排,确定每周可以投入多少时间学琴 并制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即使是每天只有15分钟 也比零散的练习更有效果 坚持按计划进行练习,养成良好的习惯 3.寻找合适的老师,考虑请一位专业的小提琴老师指导您的学习过程 老师可以纠正您的姿势、技术和音乐表达 并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反馈 定期与老师进行课程并接受指导 可以加快学习进程 速 练习基本技巧 重点练习基本的小提琴技巧 例如正确的手指位置、功法、音准和音色控制 通过反复练习这些基本技能 您将建立坚实的基础 为更高级的演奏做好准备 5.制定个人练习计划 根据您的目标和能力制定个人练习计划 结合技术练习、音阶、琴谱和乐曲演奏 确保您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训练 尝试分解复杂的乐曲 逐步练习 逐渐提高难度 6.多样化学习方法 尝试不同的学习资源和方法 如教学视频、音乐软件、练习区集和乐理学习 这样可以增加学习的乐趣和效果 并让您在不同的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 7.寻找演奏机会 参加学校、社区或音乐团体的演出 或者与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演奏 通过与他人分享音乐 您将提高自己的表演能力和音乐理解 8.保持坚持和耐心 学习小提琴需要时间和毅力 不要期望一夜之间变成大事 保持积极的心态 享受学琴的过程 2.0 4.0 3.0 3.0 7.0